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呢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 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112歲老中醫的臨終愧症 網上最近流傳一篇很好的文章 是關於這位老中醫的一些經驗 他就跟我們分享 一共有成 他講到一百條 條條的哲理都很強 所以值得我們多些去學習 提高我們對健康的正確的形式 Diana 這個大家如果有機會在微信 有可能已經收得到 但當然有些人未有機會看得到 我都不妨跟大家分享這個資訊 以及我用自然醫療的角度 和大家解讀一下 好 Diana 我讓你先讀一下 他第一條是說什麼呢 第一條是說 記住睡覺是養生的第一要素 睡覺的時間應該是晚上9點至到凌晨3點 因為這個時間是一天的冬天 冬季主床 冬季不床 春夏不漲 即第二天沒有精神 那你可以看到 即是有些人說 九點到六點 這個很明顯是當時 農業社會裡面 通常一天一刻 就沒有了 即是 人們就開始睡覺了 是的 到凌晨3點 可以說 天其實還沒亮 很多農業社會的人 都在這個時候 都已經開始起床準備 嗯 他說一天裡面的冬季 這個時候六個小時 一天有24小時 是不是 四六二十四 即是春夏秋冬 這個就是 冬天的時候 是乳床 即是收床 或者 我喜歡的床 喜歡的床血 如果你的睡覺不好 就春夏 即是早上就不醒 這個很明顯 即是睡覺 是一個健康的 最第一的要素 是 第一的要素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 的處理疾病裡面 即是如果病人 有身體很多毛病 但如果我發現 他們是有睡覺的問題 我們第一件事 就一定要搞好睡覺 因為如果你的睡覺搞不好 你其他事情都不能搞 所以你看到 一百條健康的哲理裡面 第一條是說睡眠 即是早睡早起 在香港人來說 很多時候喜歡很硬睡覺 因為可能日後就很忙 到有些自己私人想做的事 就日後沒有時間做 有時候有些小孩子 要照顧小朋友 到晚上才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就發現很多時候 都是很硬睡覺的 其實如果你要睡八個小時 如果你是十二點鐘 睡到八點鐘 如果能夠將它變成十點鐘 睡到六點鐘 睡到六點鐘 睡眠的時間 質素是比十二點鐘 到八點鐘 即是當八小時 現在這裏說法 簡直是很早的 我亦都認識一些老人家 通常晚上不會應酬 那主要是早點睡覺 這是一個很正確的 睡眠的習慣 好了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一切藥物對治病來說 都是治標 不是治本 無論中醫還是西醫 因為一切的病 都是因為產生錯誤的果 錯誤的因 因為錯誤的因產生錯誤的果 錯誤的因不除 錯誤的果就不會絕根了 健康的根本在心 一切法靠心身 從心身 心靜則身靜 所以得了病 不要向外求 要靠自己的身體去修復 要用自己的身體系統 來修復自己的病 其實人和動物都是一樣 動物的病都是靠自己 人都是一樣 你看到了 他所說的病之根源 在心裡 我最近和大家分享過 在70年代 有一個德國西醫 他創立了叫做 German New Medicine 德國新的醫療體系 原來 他們在German New Medicine 裡面的研究 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病 都是由心開始的 包括癌症 百分之八十七個癌症 都是之前 都是因為有些心的結 心的衝擊 而導致有癌症的發生 所以在德國新的醫學裡面 他們很強調 醫病要找到根源 就是心的根源 心理、心情、心境的創傷 如果你能夠找到之後 而你認同了 知道這個問題 你的病就會好 這位中醫所說的 跟我們西方最新的 德國新醫療裡面 所說到 是完全是一樣的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 大家都了解到 有些人說 為何同類療法 用的藥物 是完全沒有物質的成分 那為什麼 什麼病都可以治療呢 包括所謂 傳染病 皮膚病 敏感 之類之類 原來這個問題 就是一樣 如果所有病 健康的根源 在心裡 心裡當然是一種意識 是不是 就是一種我們叫做 思想的 意念的頻率 不是一種物質的 化學的東西 同類療法 稀釋的藥 為什麼能夠治療病 其實就是因為 它處理了 健康的頻率的干擾 所以這個資料 其實是很厲害的 想不到 這位老中醫所說的 和現代新的醫療科系統 是不謀而合的 好了 第三個了 第三點呢 正確的觀念 遠比昂貴的藥物 和危險的手術 更能幫助患者消除疾病 有了正確的觀念 你就會有正確的決定 你就會有正確的行為 你就可以預防許多疾病的發生 是的 我們發現 其實很多病 最難處理的 就是那個錯誤的觀點 對疾病的錯誤觀點 前一陣子 我們也在網上收到一個資料 是關於一位日本的醫生 他有40年經驗的癌腫瘤科醫生 他寫了兩本書 他也在日本拿過一項獎項 一個有良心的醫生 他那篇文章很簡單 就是講及 癌症的病人千萬不要陷入癌症的圈套 他告訴你 以他這麼多年經驗 40年的處理癌症經驗 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他是採取一個 即是不刻意用化療 開刀、電療的手法去治療癌症 其實他的壽命 跟他進行這些醫療手段的病人 其實是一樣的 但起碼你不會有這些治療的後遺症 所以正確的觀念是很重要的 在自然醫療裡面 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身體的病徵 其實是我們身體醫療的手法 而德國的新醫療裡面 也是很強調的 當我們身體有病徵出現的時候 其實身體已經成功地克服了問題 是在治療自己 在做清除的作用 這就是正確的觀念 但是你知道 今時今日的人 一看到發燒 發瘋要禁消 一看到有任何跡象 症狀 蛤、吐、吐、吐、 他會想盡辦法去打壓這個病徵 這就是錯誤的觀點 這位老中醫一早就說出來 即是你有錯誤的觀點 譬如你認為病徵是不好的 那你就想辦法拿些藥去打壓它 要退消、止痛、消炎、止吐、 按住皮膚的診 結果你的身體就越來越多疾病了 這是一個所謂正確觀念 所以正確觀念 即是何謂正確觀念 大家都要了解 今時今日的問題 全都是對抗性醫療 做出來的錯誤的觀點之下 做出來的現在人類的毛病 好了,第四項 第四項 就是人所具有的一切智慧 絕對不是從書本中學回來的 而是從自己的真誠心、清淨心 從定終生出來的 即是這個體度 即是書本是別人的知識 你可以看別人的知識參考 但所有的知識 都是要由自己的經驗 自己領不出來 這才成為智慧 所以說 很多人是突然之間想通的 在我自己來說 通常是凌晨半睡半醒 剛剛醒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想通的出來 很妙的 但很多人都知道 在一個靜止半睡半醒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很多身體的心得 很快就會突然之間感應出來 OK? 第五項 第五項 人是一切生物構造中最完美的 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身體 人生 累積的了 即是有了 即我們一生出來就是健康的身體 人的健康狀況 健康的調節 是靠人體本身所具的 修復系統 而不是靠外來因素 外部的因素 只是輔助 在這裏 即是說 我們身體裏 是有自我調節的能力 是吧? 我趁這個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我在網上 以及我最近 剛剛去了 拉斯維加斯 上了一個課程 三天 就是在大麻醫療的作用 為什麼大麻能治病? 原來我們身體 都有大麻的機制 我們叫做 Endocannabinoid 這個大麻素 在我們身體 不斷調理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有很多接收站 大麻素的接收站 其實我們發現 為什麼大麻能治病? 原來 我們身體 就是用大麻素 來調節 自己身體的所有 維修系統 所以 這就是我們身體 是有自己 醫治自己的力量 真正的條理 是靠內部的 所以大麻油 大麻汁 大麻油 其實可以供應 我們身體的大麻素 就調理自己身體的機制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綠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112歲老中醫的臨終葵症 我們剛剛講完第五點 我們還有很多跟大家分享 繼續 第六點 第六點 人的大部分生病現象 是人體在調節清理身體垃圾時 所表現的現象 是人體自動調節平衡所表現出來的狀態 所以應該把他們當成正常的心理現象 不是應該去把他們當成病的因來消滅 所以當人生病的時候一定不可以有怨恨的心 心裏面一定要安定 心病則氣順 氣順則血腸 血順血腸 則白病燒 這個很重要 很有道理 解釋給你聽 其實身體的所謂生病 只不過人體的調節的現象 很多時候病徵是只不過身體是一種清道夫 例如我們一常見到 病到差不多有細菌見到 這些微生物 其實原來 根據German New Medicine的解釋 其實在German New Medicine之前 也有很多歐洲科學家都很強調 微生物包括細菌這些微生物 其實它出現是因為身體 幫助身體做清道夫的作用 所以現在 因為在過去 因為我們利用了很多抗生素 就把環境、地球、人類的菌軸 其實很多是消滅了很多的 尤其所謂肺爐菌 變成了 我們身體的 清除垃圾的能力 因此減少了 所以現在變成很多的慢性病 是身體無法調理的 這也是因為我們過去一種創的手法 將身體病徵的自動平衡 調節平衡的病徵 就當它是一種敵人來消滅 結果就越打越怨了 即是說 當人病的時候 你要了解 其實你的身體病徵 其實你的身體很厲害 懂得幫你調理 不要覺得很怨痕 很悶症 很悶症 現在很明顯 我現在處理我們 看很多很多癌症病人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癌症病人 都是一個 好地地生活中 突然之間 就有一點點不適 去檢查身體 一檢查身體 給醫生 一說你有個癌症 於是乎 整個狀態 就是直跌的 即是說 之前好地地 但一聽到癌症這個診斷 他就當作被人 被一個死症 於是乎 身體大大跌得很壞 我最近也有個病人 他就覺得自己 運動時 覺得好像心 好像有些 有些狗 有些少許不適 接著就做檢查身體 醫生說 你有一條血管 有些少許閉塞 他就叫他 嚇他 發出手術 來搭橋 要不然你會隨時暴斃 病人當然嚇到死 來問我怎樣解釋 我無論我怎樣解釋給他 他這種心魔心結 都害怕到 他覺得一定要做這個手術 你知道 我們公司有一個健康的測試 我們都和大家在網台分享過 就是測試你的心率 心率變異的測試 其實很準確反映到你健康的 我跟這個病人都做過這個測試 發現他的結果 是比一般病人健康很多的 其實他做一個正常做運動的 他就覺得有時候 可能心裡忍住 覺得自己心裡有點不舒服 那麼經過這樣的醫生的診斷 就說自己心血管 失了不知幾個百分比 二十個百分比 我便說 你根本就不需要害怕 那麼我企圖 就將一份資料 一份雜誌裡面 一位心臟科 醫生寫的資料 基本上大部份這些手術 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不需要的 因為你那一頭做了 沒多久他會失敗的 除非你是三條都失敗了 那你就有些急切性要做 通通它 他根本上是不需要的 但是這個病人始終接受不到 那麼你看到 問題就是這處 當我們不了解 我們心體的症狀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些 驚恐的反應 其實就令到病情 是立即叉進去 是 好地地的 所以也有很多醫生都說 今時今日 在你現時的醫療環境 其實你什麼都不用去檢查 因為你本來 你的癌症可能熬了很多十幾年的 好像這位 四十年經驗的 日本的腫瘤科醫生說 很多癌症可能熬了四十年 至少十年以上 那麼你早點去檢查 就早點開始害怕 好早點去做治療 結果就 命都短了 好 第七點 人的健康離不開兩大的要素 一 足夠的氣血 二 暢通的經絡 包括了血管和 排泄垃圾的通道 好 當然了 我們看回氣血 經絡 我們看起來 好像有些 玄妙一點 但是 其實我們 簡單介 就是 我們那個 血液循環 供應營 把髒物帶走 和排泄垃圾的通道 中醫有一個名句 叫做 陸虎以通為用 即都要通的 包括大腸的通腸 在我們的工作裏面 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有些病人 在我們做了洗腸 做了 沒有幾次之後 他很地地的人 即他當時 完全沒有什麼不舒服 但事後 突然之間 就覺得 有很多便血出現 其實 就是我們身體的痔瘡 很多人都有 因為經過的洗腸 把障礙物清掉 身體就作出一個條理 就會放血 就像我們以前的 中醫都有用十酸 十個指頭 讀血來處理急性的中風 其實在中醫裡面 很多血液的排泄 血管的暢通 是健康的要素 所以說 氣血 血管 和排泄物的通道 要暢順 好了 第八 足夠的氣血是靠什麼的呢? 足夠的食物 膽汁 必要的時間內 晚上 入黑之後 自讀午夜的1點40分 優質的睡眠 這個時候大老完全不工作 由植物神經主導 加上良好的生活習慣 對 氣血就是靠這個 食物 身體需要的膽汁 需要時間去培養 消化 吸收 所以 為何晚上睡覺 天黑之後 到凌晨1點40分 這個時候 身體 可以這樣說 氣血 來主促 吸收 氣血 好 第九點 第九 暢通的經樂 需要什麼呢? 清淨的心 一切七情六欲 都會破壞清淨心 從而破壞經樂的正常運行 中醫經常都強調 七情六欲 即是 我們的器官都有喜怒哀悲 思哄經 這些情緒 其實這些過分的情緒 都會破壞我們的 正常的 即是心病氣症 是一個很重要的 健康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自己 父親 他都一百歲 差兩個月左右 一百歲 他都是無疾而終的 我知道 看回他 他真是一個 心境很平靜 很開朗 很善心的人 我可以解釋到 他為何會這麼長受 這麼健康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十 第十 維持健康的身體 不單只需要 不單只需要增修 即是增加氣血 亦都需要截肢 即是減少血氣的損耗 是的 這要怎樣解讀呢 當然 氣血 譬如 血量不斷流血 當然不行 很多女性 是因為 驚奇的過量流血 導致貧血 沒有氣 不斷流血 我之前也曾經遇過一個病人 都是這樣 他簡直看上去 是灰灰青青的 就是因為他的經量太大 當然西醫 就要他 整個子宮割掉 但是他不想走這條路 結果他整個人 沒有氣沒有血 結果我們都用 和我們療劑一下 為他改善整個身體 氣血 氣也是 即是我們過量的運動 其實都是不好的 即是認真是劇烈的運動員 其實都不長壽 即是一個消耗的體能 即是一種長跑 拼命的運動 即是好像一個人 是一個被戰狀態 打鬥狀態 或者被野獸追趕的狀態 這對身體來說 健康上都是不太好 好了 第十一了 過度增加食物 不但不會增加血氣 而且會成為身體中的垃圾負擔 反過來 得靠消耗氣血 來把他們清理掉 五藏六虎是一個血氣加工廠 食物就是原料 加工能力是有限的 而食物是無限的 所以食物的數量 必須得到控制 是 可以看到 大部份的病 都是吃出來的 尤其是文明人的食物 是太多的 他說 即是我們身體 是消化 是要用很多能量的 即是幫我們調理 可以說 百分之七十的 能量 是用在我們身體內部需要 其中 消化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拼命地吃東西 會令我們身體的負擔越來越大 食物是無法處理的 食物變成垃圾 所以我們吃就不要求過飽 也有總的 晚餐 吃得少些 反而早上和午餐 吃多些 晚餐 淋飯之前 就盡量吃少些 有些人的體質 當然是不行的 有些人的體質 是餓的 吃吃宵夜的 但是如果可能的話 盡量吃晚餐 吃少些 以前我記得 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我在家庭 是我的其中教授 他也是韋西伊 我記得到晚上 他就吃早餐 吃那些鮑魚 奶 就是做足這個方法 即是晚餐 吃得最少 反而日後就吃多些 在外國 有一派的長壽的學說 就說我們吃求七分飽 而有一位大學教授 他就進行這件事 他很簡單 他說在動物界裏面 如果你斷絕動物的食物 譬如像幽癮一樣 你讓牠吃得飽了 然後餓牠 一一一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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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 然後給牠再吃 他就獎獎獎獎 然後他發現你這樣做 他的生命可以增加很多倍 所以他自己就是用這種方法 會已經吃到七分飽 時間夠了 稍後回來繼續自尿發與你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112歲老中醫的臨中癒症 總共有100條 我們現在講到第12項 他說 適當的運動可以幫助人的氣血運行 但同時也都在消耗人的氣血 人體的微循環主要應該靠鬆症來達到 亦都是健康不可以缺少的 很明顯 運動固然重要 但運動亦都會消耗人的氣血 大家都很明顯 做運動的人氣來氣喘 但我們亦都需要靜止休息 因為在我們的身體有一個叫微循環系統 微脂血管微循環系統 其實在運動的期間 我們肌肉收緊了微血管的循環 可能不太暢順 反而是要我們靜止下來 放鬆下來 才可以推動我們的微循環系統 健康亦都不可以少的 即是我們亦都要做休息 不是只是操勞操勞 不是幫忙地做運動 我都和大家幾個講 其實劇烈的運動員 其實不是長壽 反而我們所做的運動 即是亦都要適當時間 要懂得放鬆自己 好了,第十三條怎麼說 第十三條 人體中的垃圾越多 就越需要更多的血氣來清除他們 但人的血氣因為垃圾的增多 和血脈的阻塞而減少 這樣就會形成了惡性循環 亦都是衰老的肌理 所以人要健康不老 就要 一減少體內的垃圾 二增加血脈經絡的腸通 三增加體內的氣血 好的 這是一個哲理性 垃圾增多 就會阻止我們的血氣 身體的阻塞 我們經常都說 毒素內聚 我們身體的毒素 其實很多方面 在今時今日 現在這裏所說 其實很簡單地說 最簡單地說 我們是食物裏面的過糧食物 太過豐富的食物 導致是主要的垃圾來源 但當然我們也有講到毒素來源 比如我們情緒方面的毒素 我們疫苗注射的毒素 沈文仔有很多的打針 打壞腦 打壞的身體 打壞的身體 打壞的身體面能力 所以導致很多現在的自閉症 免疫失調 這類的早期癌症的出現 疫苗的毒素 還有現在的成人 很多是抗生素的濫用 將我們身體的益菌 就破壞了 百分之八十的免疫系統 是我們的腸道 所以腸道裏面的好的菌族 是會幫助我們的免疫系統 但知道了 抗生素濫用 不是我們食抗生素這麼簡單 我們食物的治療裏面 有很多抗生素 所以我們身體的益菌 就大大被破減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 中牙的水銀 還有環境的圓 因為我們以前的 很多的沙蟲藥 就是用圓、用生癌等 所以就是充滿這些 重金屬的毒素 加上我們現在的 食水、洗澡用的水 水裏面有很多氯氣和菇 這些全部都是第一次殺的大戰 是用來用一種殺人武器 菇我們自己知道是一個致牙物質 不只是令牙齒堅固 其實我們身體很多的問題 都是因為我們食水裏面的菇 是太多的 最後就是我們環境的毒素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講到毒素內聚 白病重生 好了 第十四點 與其相信藥物 相信檢查的數據 不如相信自己的感覺 相信自己所具足的自我調節能力 但需要再得理得度 智慧開了的前提之下 才能分辨者一切 是的 很多人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覺 當他做看醫生 今時今日的醫學 很多時候 一開始做一大輪的檢查 由差不多報告的檢查數據 來看你健康 我和大家 無數次都和大家講過 病癌症 如果每一個人去檢查 如果檢查得仔細 你一定會找到癌細胞 但是癌細胞存在 不是特別有癌症的 如果做數據檢查 現在就說 一查一查 血脂高 三高 我都解釋給你聽 我們身體的膽固醇 是高才有益的 低是很危險的 很簡單 我們身體腦袋的原材料 其實是膽固醇的 我們身體的脂肪 其實很多是和膽固醇有關的 所以如果膽固醇強硬低了 其實這個數據說出來 我們就拼命用一些藥物 去壓制膽固醇 結果更加做出問題 膽固醇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高低和健康沒有關係 也有些新的資料說 膽固醇越高是健康越好 起碼220以上才好 就不應該太低 所以很多人就不是 就好像我曾經說 各位病人的例子 他自己好的運動足 只不過有時候運動得多 就是運動期間 心裡好像有點壓痛 但我看回他的報告 非常之好 但心理上受到一個陰影之下 他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我相信在美中检查之前,心电的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好 但一个数据一告诉你,你可能有这个问题 他觉得自己有很多问题,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说,要通过你的智慧开了,前提之下才能够分辨 很多人是智慧未开,没有办法和自己的身体直接沟通 好,第十五点 第十五点,健康,从调节心性开始 为了你的健康,你学佛吧? 学佛得到的快乐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即是他这个老中医,其实都是中国的老中医 中国的一个养生,法教不当自己的宗教 是一种做人的哲理 佛觉法校里面都是教很多东西,都是会调节心心的 这个是很对的 即是开怀,放开,这个都是很正确的 令到人健康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好了,第十六了 对于一个有宿质的人来说 只有气血充足 一是通过这类所介绍的补充气血的方法 二是通过散步打通气机 病情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练功的人在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准后 都会出现一些有病的现象 这个时候要沉住气,定下心来做多一些正功 来增加自己的气血 尽快来到过渡这个时期 其实很有趣 我曾经跟大家说 在我们的治疗 例如有少些病人 在洗腸、体质水疗 在过程中突然有病 会有伤风 有些所谓感冒 或者可能是痴瘡出血 这些现象出现 其实他也有讲及 有些缩疾 即是有隐病的人来说 其实他不会表现病 到你的身体气血充足的时候 即是你的身体健康的水平到某个阶段 才能够将你的病情发出来 我也解释到 为何练功的人都会突然这些 例如我们为何很多做体质水疗 都会有好转反应 即是说 当我们身体补充的气血充足 我们身体的病情才会显现出来 因为病情是怎样呢 是身体调节 清除垃圾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 要尽量帮助自己 增加自己的气血 度过这个难关的时期 这个在我们的洗腸中心 间中有些人做了之后 就说为何突然痊瘡出血了 它其实是一种隐责 一种痊瘡的隐责 最近也有一位病人 来做洗腸 做了第三次之后 突然发觉自己 大便不通 吃东西不通 结果没有办法 在医院做检查 发现腸里面有肿瘤 很明显 很明显 这个肿瘤 入了很多年 但一直都没有办法爆出来 没有办法被显现出来 如果你不是因为洗腸 将这个症状显现出来 你可能到最后 真的坏得更严重的时候 你才发现 所以有时候 你会看到 有些人 以为好地地 突然之间发现 他有肿瘤 而亦都说 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 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亦是这位中医所说的 在练功的人 有病的现象出现 好了 第十七 第十七 人违背了养生法则 虽不一定会立即得病 但一旦形成了习惯 就会大大增加得病的机会 跟交通规则一样 你违背了交通规则 不一定会出现事故 但其危险性是显移易见的 是的 好的 即是说 有些人觉得 他吃饮喝酒 暂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对不对 但始终坏习惯就是坏习惯 等于你驾车 五手规则的空击 虽然你可能当时未出现事故 但其实这个危险 肯定是存在的 好了 第十八 第十八 人为什么必须保持一定的机会 才对养生有利呢? 其实这种是虚的妙容 道家话虚 质灵 这个与谦虚使用 进步 自满使人落后一样 所以人必须经常保持 虚灵的状态 虚灵的状态 才能时时保持清醒 保持健康 这个说法就是 保持一定要饥饿才会对养生有利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 不要失去饱饶 喝到饱饿 吃到醉 对不对? 身体有一个半饱半虚的状态 会比较灵敏 有些人都吃得吐了,吃得吐了,吐下睡觉,什么都不知所谓,不知发生什么事 也有很多人的心脏病都是吃饭后突然烹饪了,吐下 有些人吃饭,突然吃饭,心脏病 如果我们保持一个七分饱,九分饱的状态,我们的身体比较敏感很多 就是说这些 这次时间差不多,稍后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塘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网址3w.natural.com.h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112岁老中医的临终驱症 那我们讲到第19点 人想要健康呢,就必须使体内有足够的气 来气化所尽的食物 只要这样你的体内先不会堆积垃圾 不会有多余的食物来释放游离的虚火 损耗你体内的狀气 这个虚火反过来会损害你的气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现代人生病大多都是饮食不折的缘故 其实中国中医就很强调 我们有个精、气、血 这个概念 当然在西方医疗我们很明白血 但是血的运行背后要有气 即是气化 即是可以说一个能量 即这个食物要变为能量 所以我们的身体 其实讲到来 你的身体要有足够的气化的能量 才能够释放到那些游离的问题 他们讲虚火 其实某程度上 可以当是我们常常很强调的 那个氧化的Oxidant 那个氧化剂 即是free radical 游离基 这种的问题 也就是说 适当的饮食是最重要的 其中人里面 其实是要靠食的 所以医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西方医疗的希伯格拉底 就说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中医医食同源 其实是这种 所以在我们的自然医疗 在我们的诊所 我们都很强调 即是除了我们用同类疗法 将气打开了之后 即释放了治愈的能力 接着我们就用食物 接着用排毒 用滞质水疗 碗腸水疗 蓝包推动 养分疗法 之类之类 接着加上我们的食物的补充 好的食物 以及正确的饮食的习惯 好 第21点 第21点 俗语说 灵机一动 继上心来 这个机智 如果能真正领悟 头悟的话 那你的悟性就是开了 老师教人医生治病 其实就是点化你这个机 你的机打开了 这个机也是关键 当然这个机器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以及轻器来的 要达到一定的浓度 预火才燃烧爆了 别人作用都是外因 你自己才知道真正的内因 是的 其实他的解释是很有趣的 这个说法 就是我们最近和大家介绍的 所谓德国新医疗的说法 他说 85%的癌症 都是因为情感 灵气上的闭塞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机制打开的话 这个关键的情绪方面的冲击 是化解了 你的病才会更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悟性 就是在这个 反而用回我们那个 德国新医疗那边 是很正确的 很明白他所说的 第二 其实很多真正发明和发现 都是需要 不是所谓的系统书本知识 恰恰相反 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教育 通常是一个独立的科学家 在一个某种的环境之下 就领不出来的 而很多的有系统性的学习 学府 其实往往只不过 将人家那些 所谓领不出来的新的发明物 是将它改良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 是要学的东西 就不只是能够看下书 很多时候都要用自己的经验 当然了 听别人来说 在书本里看到 都要结合自己的经验 是领不出来的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今时今日的人类 最大的问题 我们是不相信自己 是相信专家 而很多所谓的专家 都是既得利益的 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就有一个很彻底的问题 我们教育没有令到 我们自己有独立的思考 只不过令到我们盲存权威 在医学上 在商界 在法律界 其实全部都是盲存权威 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 那23点 23点 人生最忌是个乱子 心乱对外可以凡事 对内可以打扰血气 失着正常 凡老老恐怖喜忧婚而都是乱 为多病短受的根源 不但养病时不应乱 即平居时翼 既心乱 这件事 大家一听都可能都可以明白 就是乱了阵脚 荒了 不知道做什么好 一看到病症 就看医生 东看西看 看医生 看医生不重要 问多些意见不重要 但就要自己是平心静去 去听下每一个医生 说的东西 以及自己去问多些问题 你才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我正确所说 当然 利用所谓人家帮你手 所谓专家帮你手 就更容易用自己的方法去思考 但我跟大家说过 今时今日目前的社会 所有专家都不是帮你的 这个是肖伯纳 很多以前已经说过 所有专家都是阴谋对付群众 现在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医疗界 令到我们多多病 现在我们法律界 令到我们很多不公义的法律 无谓的官司 无谓的财产被人掠夺 因为婚姻的制度被人掠夺 即你可以看到 在一个银行家 就把你的钱钱全部偷走了 交友令到你不懂得思考 其实这个制度 其实是真是很大问题的 好像社会学 社会学家 很多的工作 都经常把你的家庭 全部破裂了 在加拿大 很流行那些小孩 是告父母的 因为那个 始终是太多的社会工作人员 全部看着你 整个家庭 已经很快日之离破碎 这个就是乱字 乱的根源 都是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 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 是很弱的 其实乱的问题 如果你要平静 都是由自己开始的 你自己一个基础 应该先打困了 将来你观察到的人生的经历 由你自己的基本的精确 慢慢去了解 慢慢去显化 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将外面的人 或所谓的专家的意见 丢掉到你那里 结果你的根源 就很散乱 会导致这个 跟着就乱了一阵 好了 第24 第24 多生 生干 多饮伤神 多食又伤皮 悠思伤皮 愤怒相干 勞累相伤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情绪 失情 导致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器官 功能性的问题 好 第25 第25 新病之起 无不由心虚弱 外邪成入 而心虚弃弱 每由心魂 是的 腦乱 腦乱 真体不充 发现种种不安 贪食 贪性 贪得 贪冬日 皆足而致病 以贪之不得 于是乎真 贪真可 是心蕩气粗 胆经肝黄 陆蜜震动 五臟沸腾 爱邪同时 乘入此病之起因 是的 我们经常说 如果是心内性 正气存在 邪不可侵 当然 我们因为病的起因 就因为我们的 由心的虚弱 而引起 而心虚弱 又因为心的 脑乱 真体不充 而这个问题 亦都是我们的 贪食 贪玩 贪心 贪安日 而导致的 那就是很明显 这个 和我们的贪性 这个问题 是导致我们的 突病的大大的 真正的成因 来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新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下一节我们会继续讲的 谢谢今天元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